曼曼 是你吗 曼曼 你不说你出国研修了吗 你怎么在这儿 还有 你为什么穿成这样 那天 那天在礼堂那个 真的是你吧 你认错人了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 你长什么样子 说什么话 甚至你的声音我都知道 我怎么可能认错 曼曼 你看着我呀 我是娜娜 曼曼 有点规矩 这是你最顶头的上次 蓝海一星唯一的总裁 什么 你说她 是谁 她姓庄 叫庄新颜 叫庄新颜 不 不是啊 我叫庄新颜 你认错人了 曼曼 是我 林市长 如果这是你工作室的员工 请你管好她 对不起 庄总 是我的事物 我马上带她离开 不可能 曼曼是我 我是娜娜 曼曼 曼曼是我 林总监 曼曼 你们蓝海一星 果然都是有故事的人 不过我对你们的故事不感兴趣 唐小姐 林总监 你对我提出的 溢价十倍的合作意向 应该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张总签字吧 你怎么 怎么 连千这种合作意向 都要跟严副总关起门来商量 十天半个月吗 蓝海一星的大总裁 未免也太没有魄力了吧 蓝海一星的大总裁 未免也太没有魄力了吧 天 未免也太没有国伍 未免也太没有 未免也太没有 年轻人 当了 你会建议 地被图土 有 既然我们的合作意向已经达成,那么庄总,带我去看一下你们的储备仓库吧,我听说,你们的珠宝储备仓库,只有总继续。 总才一个人才能打开。 老大,有点麻烦。 珠宝储备仓都是数层加密。 虽然我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要从bug里切进去。 这就相当于炸的自家中空系统。 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还会有大麻烦。 庄总,您在九十秒内有三次机会输入正确开锁密码。 以及您的身份认证,才能打开加密门。 九十秒。 对,如果超过了,加密门会自动反锁。 没有向警方报备将永远不能打开。 怎么了,庄总,不打算把门打开,让我们看看蓝海最有实力的制作储备吗? 请输入高位加密码,允许容错数三次。 我已经绕过了中共程序。 正在寻找切进去的方法。 但是贸然切进去,不仅会引来自动锁定,甚至有可能把我们也一起栽进去。 那就眼睁睁看着。 现在只能祈祷加密门的密码和指纹,能帮大小姐过了这一关。 密码会是什么?老董事长的生日吗? 对,老董事长的生日是公开的秘密。 不可能会用在这样的加密门上。 那会是蓝海集团的创立时间? 是蓝海集团创立的时间。 那会是庄信妍的生日吗? 信妍是老董事长最疼爱的孙女。 非常有可能把这样重大的储存仓库的密码设定为她的生日。 我应该是宝宝的结设。 我们都要主持人的变化。 没有搞得很深入。 与所为何占东西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车理解了此凭准备的设定。 让我们立刻公开并时提出。 常委 grandfather是谁, 莊总连自己公司的密码 都不记得了 是莊老董事长没交代过 还是你自己 根本没资格知道 汤小姐 干嘛 这里是蓝海一星 请注意你的言辞 岂不是外公的生日 不是信言的生日